我们现在人对自己的生存的不满 我们应该好好地回顾一下2020年 针对我们以往的那种 我们的思维方式 摆受的方式 我们的行为方式 大直观 我们在整个社会的允许法则里面 等等这些方面 2020年年龄带来的时候 大家好 我是梁永安 2020年就快结束了 现在每个人 如果回顾一下这一年的话 可能跟往年就不一样 那今年一开年 就是新冠病毒的这个疫情 很多人都说 如果要重启2020年 我们有所准备的话 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心情 但是我们都是触不及防 也不知道 这么一年要过去的时候 大家感觉怎么样 如果你觉得2020年过得还不错 那么你就扣一 如果觉得很一般 那就扣二 如果觉得过得不太好 那么就请扣三 这样我们可以做一个互相的传递 对我来说 我感觉 这个2020年 在今后的历史里边 记载的时候 不管是世界史 或者是中国史 都会是非常特别的一年 日本呢 它每年都会有一个 用一个汉字 盖过这一年 那么日本人呢 最近公布了 它的这个 2020年的这个汉字 那么就是蜜 就是蜜蜜的蜜 那么这个蜜的意思说呢 就从日本人的感觉 就今年这个疫情 这个蔓延之下 就是大家和自己的家人啊 亲朋相互之间的关系 变得密切了 这个我就想起 有点像那个 法国小说家 卡妙 他写的那个蜜蜜 蜜蜜蜜来了 大家封城 出不去了 然后忽然发现 哎呀 自己的这个妻子啊 或者爱人啊 那一下子变成 生死相依的一个关系 那突然就好起来了 那突然好起来了 所以日本人 今年选了这个蜜 到底我们中国人 应该用一个什么词 来形容这个2020 你想用什么词 那你可以把你的想法 打在这个公平上 那我们可以 想了解 从我的角度看 还是有一个词 更好一些 就是这个变 我想我们的2020年 有一个吞 我们就可以感觉到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心理 我们的行为方式 我们社会的生存方式 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这一点呢 从我的感觉上 你说我们作为一个大学老师 我们都要适应这个 网络授课 然后你就对这个电脑 就是人际关系 太遥远了 但是呢 人际关系 人和机器的关系 都要变得这个 就是经常化了 还有那个网络也是 特别在二月 情节也严重的时候 那很多小区 都严格管理起来 大家都依靠那个网购 然后那个行刑色色 堆积如山 那个时候呢 也就是一个变化里面 也让我感觉到 就是这个 我们以前对社会的 就是人情 对社会的道德 到底它会 它的底色怎么样 其实你还很难 有一个准确的判断 但是在那个时候 我有一个地方 还是很感动 就是说那个小区 那种快递堆积如山 快递柜都不装不下 然后临时弄了些柜子 然后有些柜子 就装不下 就在那里 门口堆着 那些快递 而且都不能送进小区 但是封闭住 就堆在外面 但是呢 没有丢失 没有故意乱拿 所以我们观察 中国社会 那个时候 会让感觉到 我们的这个国民 我们的老百姓 老百姓 它的底色 还是善良的 还是诚信的 就这些感觉 以前都没有 没有 所以这就是个变 就是灾情可以 很快过去 它到底给我们的文化 给我们的社会 文明带来了什么 我觉得这个世界重要 所以围绕着2020年 其实有出现 很多些名词 我想今天 可以看看这些名词 那看看以后呢 我们选几个来谈一谈 那可以看看 它到底反映了 什么样的问题 或者反映了 我们社会这种 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一个呢 你可以说打工人 打工是一种劳动 是一种工作 但是打工人就不一样了 这个人呢 就是对自己的论词 所以打工人 它是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不为自己再活着 尽管自己在工作 在打工养家户口 但是呢 打工它的本质含义 你是在提别人增值 这就牵扯了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声明价值问题了 我们说 像那个马斯洛的需求理论 人最底层的 就是温饱的要求 然后呢 再往上也层的是 安全性的要求 它再往上呢 就是个归属要求 自己属于社会 什么群体 什么位置 等等 再往上 它才会出现 哎呀 对于自我价值的 那么一种思考 所以我们说 就代表了我们今天 这个社会的整体的 那个思想含量 文化含量 提高了 提高了 这个打工人并不见得 是我们说 就是对自己一个贬低 贬低 它带有一点自嘲 但是自嘲里面呢 实际上 也是对自由的 某种渴望 对自己真实的生活 某种渴望 从事这根本的就是 自我实现的愿望 所以这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题 还有呢 比如说我们今年2020年 还有比较流行的 叫工具人 这个工具人啊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问题特别复杂 你如果真的 把这个问题要想清楚 那还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这个跟我们整个 世纪世界来的 整个世界的变化 都有一个关系 所以你比如说 马上是主义 社会要改革 要革命 要推翻主义主义 那就是人被误化了 就被工具化了 所以这是我们说 这是个老命题 但为什么2020年呢 会有这么一个 对这个问题呢 会有新的一种关注了 我觉得可能就是 跟另外一个次有关系 就是那边 就是说人呢 已经失去了价值判断 失去了那种 就是价值的生产 然后就在那种 无序的密集的 越来越紧的 这样一种竞争里面 那么这样一种 空 像黑洞一样的 这样的一种 这个状态来生活 那一圈说工具化 把它放在 工具人放在一起的话 你可以发现 可以发现 我们现在人对自己的 生存都不满意 它里面要追寻 在这个我们的 所有的这些劳动后面 它有什么价值 因为我们说 在这个工具人的概念里面 其实我们就是 对工具性的人 就知道生存 有一个质疑 人在比如说 这个凡尔赛 凡尔赛 这个凡尔赛 现在大家变成了流行语了 你说凡尔赛现象 其实这也有 为什么今年变成 就变成高光之下被曝光 因为今年有疫情了 疫情之下 生死面前 军容性 那些炫耀 就变得一门不知 所以大家对生命的 这个珍惜变了 所以这个 发生在今年会被 会被拿出来 在高光之下照射 这个是我觉得 跟这个大力的关系 我们很多人可能 从今年开始 可能这些生活更珍惜 然后呢 这些那种质疚的东西 情感啊 亲情啊 友情啊 可能就更加的重视 还有今年 还有一个很大的事情 是逆行者 你说到疫情以来 哇 几万那个 医务工作者 从奔到那个 武汉去了 哇 我就特别的佩服 就这些人 他逆行 年轻一代 永有理想主义 其实在这个地方 也可以看 很多护士啊 这次护理人员 去的那么多人里边 其实大部分都是 年轻的护士 我看到有一个视频 哎呀 有个小姑娘 那样那么小 然后她到那个 在医院里办东西 很重的 结果一不好推 结果她自己就 背起来 像个 在那个背上 像个小山一样 小船一样的 自己哎呀 很吃力的 都能飞过去 那样一步一步地背 这都是那么年轻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是 理想主义 故事观念 她是在一个 手声望死 在一个关键时刻 冲得上去 因为我是有个感觉 我看历史的时候 感觉就是 每一代人 都会遇上一场打争 哎呀 要不然战争 要不然战争 要不然什么事 都会遇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啊 就是说在这个部分 我们的年轻人 受到了锻炼 就在这么年轻的时候 终于看这个世界 不再是那种 其实我们在和平时期 是看不到的 我们对这个世界 在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一个 很普通的看法 就这代年轻人 他的心理身受 将来他会深深的感觉 比以前成熟度了 我觉得这个 就特别大的进步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 这个整个的 这个发展里面 会有的这些变化 我们应该 好好地回顾一下 2.20年 然后里面呢 针对我们以往的那种 精神上 文化上 我们的思维方式 我们的感受的方式 我们的行为方式 然后我们的价值观 然后我们在整个社会的 勇气法则里面 等等这些方面 2020年 也落入我们带来的事 这样的话 疫情 它都会给我们 增加了我们的精神宽度 拓展了我们 所以我想 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 好 那么 那么2021年马上到了 对于这个新的一年 你对自己 有什么期许呢 如果有的话 就将你的信念愿望 打在公屏上 希望明天这个时候 你能够实现 你的愿望 好 今天的交流就在这里 如果你喜欢 我们的分享的话 就希望 你可以一键三连 你有什么想法和观点 也是认论 或者弹幕上去告诉 我是梁永安 和我一起 与时代 同众共计 做新时代的旅行者 谢谢